阿Victor 呢 今天呢 大家知道我上次講過了 阿Victor 其實呢 他在這個 症神水 你家公司有什麼公司 症神水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症神水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服務之前呢 即是那些故事我們不再講了 是因為你媽媽 她有一隻眼睛有些問題 你給木槿眼藥水去試過 發覺木槿眼藥水很好 於是乎就跟這間公司結婉 後來就機緣巧合 進去服務 都做了幾年了 16年到現在 說一說 十年都來 我做了八年了 是啊 你有否說服務夠十年有什麼金牌 症 不知 老員工 十年就叫做老員工 大將軍 OK 但是在你做木槿眼藥水 即是正神水這間公司之前 你是做旅遊領隊的 是啊 大家搞清楚 領隊和導遊不同 你有沒有考導遊牌 考過 想考 即是那時沙士我是想考的 但是太過複雜 考不到 到右派是 in-bound 那些 in-bound 即是接 我在香港 OK 就考不到 有沒有想過再考 當作一種挑戰 那時候 後來之後 之後旅遊業拼旺 就沒有再想過這個問題 嗯 沒有幾 那做領隊 2003年之後 2004年的時候 喂 但是有時候我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跟團 有時候有些團 當地都沒有導遊 是個領隊兼導遊 比如去歐洲 去南非 南美那些都是 那那個領隊 香港領隊當然有領隊牌 他去到那邊 他又做了導遊 他想不想有那邊的 license 因為那邊的國家可能有要求 我這個其實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以前公司 是主要做中國和東南亞 好了 既然你來到那裡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首先說回 他首先給了一件事我 說送給我的 什麼滴心通 我們一會兒再說這件事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剛才想和我介紹的時候 我說不要說 在這個節目上說 What's this OK 好了 木經眼若水 我們合作不經意地 都有成 很多人有三個月 是嗎 一月中 是嗎 我沒有留意 總之是一個年前 一個年前 就合作到 一段這樣的時間 業績都算 我家裡托賴 OK 好了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聽別人說 你歌真的很厲害 你買到機器 雖然這個是事實 但其實講來講去 是件產品 最後就是產品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的產品可以 就是有人說 喂 給你面子 他吹到這麼大 是吧 屌你了 試一下 就試一下 難道沒有 很簡單 但是我們的feedback 是非常之好的 OK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試一下這部機 還有聽一下 我不知道多不多 不知道長不長 如果太長我就剪了 聽一下 我又 我隨便 因為我十三個月 很喜歡錄你的音 就是我們的顧客 我們的粉絲 我們抽幾段出來 聽聽我們講什麼 OK 陳先生你好 你今天 第一件事就是來買十二支 木經眼藥水 我剛才聽你說 你是有跟太太一起用過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用後的感受 可以的 我自己是剛開始滴第一支 感覺上是沒有以前 因為我以前是對電腦的 滴了就是沒有那麼疲勞 還有看東西是清楚 尤其是左眼是有飛蚊 改善了 沒有的可以這麼說 沒有的 原來是淡了 右眼就有改善 就是沒有那麼深 這些飛蚊 就是那個黑色點會變淡 對 另外太太她本身有黃斑 她剛開始滴第一支 她也感覺是沒有那麼疲勞 看得清楚 還有她那個黃斑 她說看 因為她驗 用格仔紙驗的黃斑 她說有曲線 她很明顯說 那些曲線的痘痘痘痘痘 是減輕了 niin 逐去 繼續讀 希望可以改善到黃斑的情況 就是黃斑 可能會讓你看東西變形 即是譬如你用格仔紙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線 很明顯是曲 曲的那個不是要彎 是一個 subsidi 一直突突 一條線好像突突的樣子 那其實有些危險,比如說下樓梯那些 是啊,她說她時都差不多PK 我都叫她小心 有改善的,她說有感覺是有改善的 好啊,好啊,我都見你一次過都買12支 希望她可以幫到你和太太 是啊,繼續吧,繼續吧 謝謝 錢先生你好,那你剛才回來了 我下了四段,一段都這麼長 我們不要聽那麼多了,其實是那些東西 我想問,其實很多客人跟我們說 最常見的就是非蚊症很快見效 有些是幾天見效,有些是久一點 非蚊症是怎樣形成的呢?你再說一次 非蚊其實就是眼球的玻璃體 就是整個眼球裡面的玻璃體 是有些纖維營養剝落 或者氣血不好 導致它那些纖維營養不夠 導致就會有些一點點 當它頭射到視眸膜裡 就會看到會動 或者一點點黑色那些東西 但是西醫是眼科醫生的 沒有得醫的 是啊,他們是沒有得醫的 因為它是眼球裡面,玻璃體裡面 變了不是說角膜 不是在裡面,視眸膜的那些位 所以它要開一個玻璃體去拿 是做不到的 所以它變成眼藥水也都入不到眼底 西藥那些 所以就沒有辦法 它之後叫你慢慢適應 OK,是的 與非蚊共存 你說我們一般在街上 你上次說過 在街買那些什麼眼藥水呢? 就當是人造濾水 叫潤滑什麼呢? 進不到眼底 是 連西醫的眼藥水 它讓那些藥水也進不到眼底 是嗎? 它進了 有些是專門做完手術 是 讓它進眼底 是 但是它那些是去不到玻璃球體裡面 OK 是 為什麼呢? 是有防腐劑 為什麼我們這隻木鯨會進去呢? 其實它呢 因為人的眼球有眼壓的 它會擋著東西進去 是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 譬如眼球 它會經過眼球上下的脈絡膜 然後滲進去視網膜 在視網膜 就是說那些西醫的眼藥水 我經過眼藥水 然後在視網膜 就是黃斑區 整個眼球滲進去玻璃體 去回晶體角膜的位置 所以整個眼球都可以保護得到 那這隻 不管是中還是西 是不是唯一一隻可以這樣滲進眼球的眼藥水 是呀 唯一一隻可以整個眼球保護得到 入得到 現在 好了 這個便是這一道值錢 否則 就算有些藥 我理解 是 它很有用也好 這些藥 我不要說它有沒有 雷固醇 防腐劑 先不要說這些 它都未必可以 這麼徹底進去 做不到事情 所以 或者進去 亦都因為有防腐劑 又或者那個 畢竟這個 就是 目經眼藥水 是那個古方 就是那個目經大城 就是集合 集合百家之城 未研製出來 好了 有網友說 眼撲 眼撲 什麼眼撲用不可以 什麼叫眼撲 我也不知道 眼撲 有黃斑區那些地方 它有水腫 就是會有眼撲 是 我們統稱那些 都是叫做黃斑的病變 OK 這樣如果 即是用得了 用得 用得 有網友說 青光眼其實 因為它有 因為其實青光眼 它不是那些血管 不是那個類管 不是那個裡面 那些堵塞的問題 是 很多時候都是它的眼的結構問題 所以它 不是說它不能用得 但是用了 可能會 即是未必很明顯的反應 即是效果 是的 效果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你們覺得既然是這樣 不如你不要 幾百元知道 即是你們都覺得 未必有那麼明顯的反應 是啊 那如果有些人 喂 會不會又有青光眼 以後有黃斑病 有沒有 都有的 那這樣又用得了 其實呢 應該這樣說 因為它這個眼 如果青光眼都有分很多種 是 它有些急性青光眼 是因為可能放大瞳孔 收不及 然後給了一些光線進去 導致它破壞了一些組織 然後引起急性的 它致盲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 嗯 接著有些是先天性的 可能是因為 它本身就是 那個結構天生就是這樣 嗯 那麼這兩種呢 就會 就會 盡量建議 就是看醫生 譬如如果它是因為 因為它的類管塞了 然後引起那個防水 走不了 然後浸著一些血管的話呢 嗯 引起那個眼壓高呢 這個是可以幫得到的 視網膜色素病變可以嗎 是可以 視網膜可以的 只要它不是視網膜掉下來 沒有了視網膜就可以幫得到 這個第二次問一下木經眼藥水 對眼水扑有沒有效 這個眼水扑 你現在是不是在說黃斑病的 那個情形呢 黃斑是可以的 非常之好功效的 是 但是眼水扑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它 眼水扑 其實它的水腫呢 水扑就是水腫 其實水腫可以在視網膜 可以在很多地方的眼底的血管 都有機會有水腫 但是其實逢是任何血管的水腫 我們這些眼藥水最主要就是通血管 通淚管 然後通經絡 營養回它的眼底 將毒素排走 所以 逢是有些水腫的問題呢 都是可以幫得到的 好了 我自己是新生體驗啦 老實說我呢 已經是一個熟手技工了 那我這支是新版的 我先滴一下 但現在我每天都要在這個時候滴 不過我現在就滴兩滴而已 好快啊 那有些漏出來很心急 我現在講過這個節目呢 喏 它呢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我不要說什麼 醫病啊 眼底病啊 什麼飛蚊 因為它呢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呢 我一滴完呢 我立刻看東西 立刻現在清了很多 是立刻不累 因為之前我不是說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眼底病 可能有都不定的 但我就不累 而且清了很多 不過這陣子 我今早又有很多眼膠眼屎 那我不再說了 免得浪費時間了 其實有眼膠眼屎 甚至乎有點癢 痕癢 腫癢 開頭的都是正常的 因為中藥 真的會把這些東西發出來 好了 我見你上去上面有幾張紙 用來做什麼的 你這些 這個呢 其實就是剛才 這個格仔圖 其實是用來測黃斑病變的 是 就是說它是這樣的 譬如在一個距離下 拿著它 單一隻眼 當你逐隻眼測的 就是單一隻眼 然後看得了那些線沒有歪 那個點和那些線全部都看得到 就為之眼睛是正常的 可以的 可以的 要多久了 就單一隻眼 單一隻眼 然後一隻眼看它 然後你看到那些格仔和點 是沒有變形 沒有說不見了 沒有任何 就是大家在家都可以自己測的 這件事 那我沒有了 沒有就正常了 那你就到另一隻眼了 就是兩隻眼 都看完了 沒有黃斑病 不過我覺得這條線 比這條線淺色了 事實上是 是啊 淺色了 如果有黃斑那些 是會看到這些 就會看到這樣 阿正你試試看 你不要想著後生 閉上一隻眼 對 對 閉上一隻眼 看到那些點和那些線 是沒有變形 和沒有彎 正常是 跟這個頭一樣 非常之好 即是如果有黃斑病 可能會看到這樣 是啊 會看到那些位置沒有了 有些線歪了 那個點看不到都會的 OK 那這份東西 是不是可以上網下載 可以上網 可以上網 可以 其實呢 你眼科醫生就是這樣 是啊 OK 不過他眼科醫生 當然會放大瞳孔 進入眼底 看裡面的東西 這個就是家裡自己 簡單去做 那我暫時沒有黃斑病變 或者可能有我敵了木驚 你現在拿這隻東西出來 是甚麼來的 其實他這個 叫敵心通 是 其實呢 他是叫做 接下來會有一個名字 叫做 安公牛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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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講 他其實就是 你知不知道我買過安公牛王役 知道啊 知道啊 因為安公牛王役 安公牛王役 他叫安公牛王役 為甚麼會 因為其實他都有 又拿多一些的國禮 元首級國禮的證書 是說已經是可以獲得 用安公牛王這個名字 喂 喂 我老實實說 為甚麼你一樣都是元首級國禮的 不是 不是各樣的 其實是否很難 還是很容易呢 很難的 元首級有分三種的 元首 元首就是最高級別 是給一些元首來到 即是國家的領會 國家來救人的禮物 即是美國總統來訪華 是的 一個就是 此一級就是部長級 嗯 再下就是皇室級 所以這個元首級呢 是最高級別的 木經是嗎 木經是 這個安公牛王役也是 即以我理解 其實每一個國家的禮賓部 都會有個領域的 是啊 但是又不代表你美國總統 譬如這樣說 華仔一定會送 這個木經給他 不過在那個 送給元首級那個領域裡面 他可以在那裡選 即是禮賓部 應該是這樣 其實是他 即可能是 國家領導人想送給 送些什麼 就因應 在那裡選 是的 就不會說 在部長級選 給元首就不行 不會 他是對相應的人 OK 對相應 那安公牛王役也是元首級 元首級的 他有什麼 這麼霸道 大家都應該 都知道 我想很多 每家每會都有安公牛王院 嗯 安公牛王院都是 源自於乾隆 是 因為他本身 是乾隆的 是乾隆的 他的形狀是乾隆的 他是因為 他有十二味 根據中醫藥點 他裡面有十二味的中藥 是 然後就是十一味 加上金箔包著 這樣是一粒軟裝 是用來 對於中風 心肝血管 有些緊急急救的時候 給他用的 嗯 但是我們 為什麼會做一個 安公牛王的疫 是因為我們 顧慮到 安公牛王院是非常之好 當然是 每家都要有 但是有時 可能他出到家 有時 或者 他暈了 或者他沒有水 他根本不方便去吞煙 是 那一刻 他沒有一個 一個方法去緊急救到他 例如很多時候 經常都有的 其實很多時候心肝血管病 就是因為吃東西問題 吃東西經常亂喝吃東西 休息不夠 又不運動 那其實很容易 就會令到心臟的血管有阻塞 慢慢是由那個 冠狀動物斑塊 慢慢形成 加上血糖 又會令到那些血管有阻塞 那導致就是 血管逼越窄 就引起 可能他未必是 即時有大問題 但是可能有心跳 氣喘 另外會可能有 全身有手震 面食便便子 或者有天旋地鑽 很多 對於中風很熟悉 是的 所以萬一如果有這些症狀 他清醒 他都可以吃安公牛黃苑 但如果他不清醒 或者他暈了 或者沒有水 他就要直接滴到泥裡 滴半支 其實馬上就會醒醒 我最近都有一個案例 就是他在街上暈了 然後馬上給他的工人 立刻拿著這支 立刻滴了半支 他一支有550滴 立刻被他滴了半支 立刻醒醒 然後至少延長了 他有急改24個黃金消息 即是黃金時間 直接入醫院 是的 然後他進醫院看醫生 做甚麼檢查 都起碼會方便些 那這支是平時吃 還是急救用 其實我是急救用的 建議急救用 是每個家庭都在一起的 那現在我們沒有那麼多 因為要做直播 那真的不會有衝突 大哥 那平時我這個安宮牛皇院 他們就可以譬如三個月 就吃半粒 一粒這樣 但是這個就放在這裡 喂 這樣會不會過期呢 但是 我不能中風嗎 他本身就是有個期的 不過那個期很遠 那如果真的到個期接近 都未爆血管 未中風 那就當保健 就滴了 滴到一些熱水 那九十幾度熱水 因為他本身呢 這個安宮牛皇院的分子 是很濃縮 那你要滴到一些很熱很熱的水 因為他熱會令那些分子化開 是 然後就方便他 即是滴水 是啊 九十幾度那些 然後等他化開 是啊 等他喝一會兒 飲飲的情況下就喝了他 那個人馬上精神很多 就是那個人呢 本來很累很疲勞 他都會精神很多 哦 那簡單呢 我們到時候才說 就是我們真的去銷售這些產品 就是呢 譬如他有三年期 那我譬如說 都不要那麼危險 我擺到兩年的時候呢 我又沒有中風 那就可以用來做保健 是 但是又另外買了一瓶 又放了幾個東西 繼續開門口 是啊 就說In case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因為我覺得是合理一些的 因為那時候呢 我們教人 我們自己買的安宮牛皇院 當然是不希望有人用 真的要用呢 有時候他未必吃到的時候呢 又要什麼中爛 是啊 要中爛 然後滴滴到他的口 其實就不夠 即是未必可以吸收到多少 是啊 好啦 我們遲些就可以看一下 我會快 用熱水開來喝一下 會精神的 會的 會的 即時喝即刻的感覺不同 還有你滴下去的水 都很濃的那個牛皇味 OK besides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 你上次呢 就給了一瓶 叫什麼 樹什麼工 樹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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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的朋友用過 你的朋友用過 你的朋友怎樣 樹鼠工 你覺得狀態會是 會是 保存在 95至100%的狀態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買的 大家不要問我 因為我在買這個 蛹 蛹 狀態即是 樹鼠工 這個名字好 那瓶子又很想鬼馬 那個包裝很鬼馬的 樹鼠工 對 那個包裝很鬼馬 對 我們明天就會有燕窩到 有些日本東西到 我特別不賣廣告 多謝Victor 我們 這個電話做什麼 這麼多 新電話來 我們星期二再見 拜拜